还是民话 顺便可以答这个问题 有一些人问 我们的水为什么不用煮都可以喝吗 有些人说凉 来你讲 还有春歌是 我们要请春歌来分享 为什么人家会怕凉会吗 春歌是这个导见达人 来 其实含这个问题 凉这个问题 我们听得多了 听得多 然后我们这边很好玩的就是 我这么多年来在有机店 有很多那些 很多顾客就会跟我们讲说 我的中医讲 我不可以吃生的东西 我不可以吃生的 喝生的水 我会凉 然后我一定要喝煮的水 然后经过多年之后 我再问这些顾客 你喝了热水这么多年 你还寒吗 我都说还是一样寒 所以证明无效 证明无效 那么其实在我这边的经验就是在我很早期的时候 我读了很多在自然疗法这方面的资讯 包括早期雷九南博士在书里面也是他提到这个 关于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寒呢 因为我们的食物呢 里面的从我们食物哈 从很早期我们吃纯的原本的 原本状态的食物呢 到一直吃慢慢越来越多加工食物 我们食物在加工的过程呢 就会流失掉很多很多的那个矿物质 经过加工经过气皮经过漂白等等 所以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在于微量严肃和矿物质 所以过去我这边呢 我只要叫我的顾客改变饮食 或者是补充一些矿物质的东西 或者是全食物 全食物呢 基本上很快的 你就会看到那个寒的问题 立刻转变了 那些怕冷的人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转变了 我甚至有很多人 做了精力喝了精力汤之后呢 就转变了 那个寒的问题 所以寒的问题 不是你喝冷水 还是喝热水的问题 你一直喝热水呢 你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这一点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Kengen Water 就是非常非常好 如果你喝那种RO水呢 你就惨了 你就会越来越寒 RO水肯定会让你越喝越寒 因为RO水就是没有营养水 没有矿物质的水 所以我们的9.5呢 是有丰富的矿物质 为什么9.5会减性呢 就是因为矿物质吗 很丰富的 钙质啊 镁啊 镁啊 这些嘛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喝11.5 就更加丰富了 因为为什么需要11.5 就是它矿物质的那个 那个含量非常丰富 所以 所以还原水呢 是绝对不会让你变成韩的 非常好 答得非常好 我们也上了一堂课 谢谢你 我讲一个 小证明 哈喽 OK 我很多年前在大港 大港的时候 就看到这一个 就去和平 去和平的家 那么那时候呢 就他们就叫了一个女人来 这个妇女呢 他就跟我讲他的故事 他讲他生意很沙哑 但是他讲 他说在几个 他在几年前呢 他就因为大 开刀 开刀之后呢 整个人就很弱 所以整个人就很凉啊 所以喝 能的水 不可以喝 喝到能水 他就会生病 淋雨 他就会生病 那么他声音也没有了 他要去 骂那个孙 也没有声音了 冲凉 也不可以冲 能水中置 这些东西都会生病了 那么他说他喝了还原水两个月 所以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他刚刚喝了两个月 他说你看我现在可以讲话了 我现在可以喝冷水 不用 还原水不用冲的 我也可以冲 冲冷水凉 也可以淋到雨 也不会怕了 不会像以前这样一直生病 所以个人是不是 弱的时候什么东西 他就讲不可以 但是喝了还原水的时候 身体 肩壮回来的时候 反而就可以了 对吧 好 好 OK 谢谢 谢谢 谢谢